欢迎收听观测站底加拉的专题报道 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其实在上一集的podcast有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范云范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IPAC 就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这一个年度峰会 他的第一手的这个经验 那现在委员呢他其实还在防疫旅馆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时差在调整当中 所以很感谢委员还特别播空来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 那可不可以首先先请范委员来跟我们的听众说个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可欣访问我 我还在防疫旅馆 因为我刚结束九天的行程 那今天有那个 二天在DC在华府 那就是参加刚讲这个IPAC的这个年度的大会 那只有有三天到纽约 代表我们立法院参加联合国大会 当然我们不在联合国里面 所以我们去做UN for Taiwan的campaign 也是外交部邀请我们过去的 那所以很开心可以分享这一次的 这两个都很有意义的这两段旅程 我特别也想要待会来问一下委员关于UN的这一个campaign 因为知道委员他 委员之前在耶鲁的时候也是 就是聚集侨民 然后来推动台湾 重返联合国这样子活动 我相信 现在在看到年轻一辈 在去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委员一定有很多的感触 那首先一开始我觉得 先不要让整个气氛太紧张好了 想要先请问一下委员 去纽约去华府有没有吃什么特别 或是特别的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华府 因为华府都在会议里面 那所以就在旅馆附近走一走而已 可是纽约我就比较熟 因为我是在New Haven 就是在耶鲁念书康乃迪克中 我只要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有一个研讨会在歌大举办 那我就记得歌大旁边有非常好吃的 Bagel店 不知道纽约人有没有吃过 叫Absolute Bagel 所以我还跟我们王婉玉委员 他比较少去纽约 然后他们还有助理 他们也都买了 还在门口拍照 当时还宣传说 蔡英文也很喜欢歌大旁的一个Bagel 这是外交部的人偷偷说的 后来王委员去查了之后发现 好像不是这家 然后后来又隔了两天 我也完成了一个早上小小的梦想 就是走路到中央公园旁边的Bagel店 买了一杯咖啡跟Bagel 然后走到中央公园里面吃早餐 这大概是我行程里面 非公务的部分最开心的事情 好惬意 好啦那我们赶快回来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 其实这一次委员来到华府 最重要的就是参加 刚才提到这个IPAC 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 在华府的这个会议 这个年度峰会 那之前我们在Podcast有跟大家分享到 IPAC是在2020年6月4号 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成立的 那主旨就是串联民主国家的 这个国会议员对中国的议题 进行相关的讨论 那这一次台湾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重要的议题之一 那我其实很好奇 我也想要请教委员的事情是 这一次总共有来自60个国家 不同的议员聚在一起 那我相信每个国家 还有每个议员 他们在意的议题都是不一样的 那面对这么这么多的国家的议员 委员你要怎么去 说服他们台湾的重要性 要怎么说服他们 台湾在这个 在IPAC里面的这个角色呢 其实应该是先谈到 这一次有台湾的立法委员 参加的一个重要性 先讲其实我2020年 你刚说他们是2020年6月成立的 我2020年刚成为立委之后 没有多久 也许就在他们成立之后 就一直有人跟我说 应该要去申请加入这个IPAC 那包含那个AIT 跟我比较熟的朋友 也跟我说这个组织很重要 希望西湾能够有立委参与 他觉得我应该会对国际事务 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真的 努力的找到他的网站了解一下 然后看了怎么申请 我有写信过去 可是就一直没有回应 然后我有遇到王定宇立委 因为他也是立委 做比较多外交事务的 他说没有申请 也没有得到回应 那他说据他的理解 是因为国民党没有申请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让国民党申请 那王委员或者后来 Freddy立委也有说 他们都努力过 所以我就一直以为 这个事情是没有机会的 可是不少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今年6月的时候 我代表民进党去 哥本哈根参加民主高分会 对 跟那个MDI一起 还有很多开放文化基金会 很多的伙伴一起去 那那次也是第一次 他邀请蛮多的 台湾的国会立委主团去 那次国民党也到了 那还包含香港的一些民运人士 还有那个乌克兰的运动者 那在那次大会中 我就遇到了这个iPad 这个秘书处的一位重要的成员 那他有跟我交换讯息 那也不知道跟那次遇到 然后我们又重新问了 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参与 那反正我回来之后 就在今年的8月收到邀请函 我们算是第一次有机会过去 虽然这个主题跟我们这么相关 是在讨论对中国的这个政策 可是过去并没有邀请过 台湾的国会议员 那后来我又发现 他要邀请我参加 他们的开幕记者会 当然一定要能够 就是说为台湾 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在一起参加记者会的 有非常挺台湾的大将 就是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籍的 那个卢比欧 还有民主党籍的那个梅德南兹 那他们两位 就是说对友台的法案 尽了很大的力 他当天也有提到 就是说正在通过中的法案 台湾政策法 对 除了两位美国 跨党派的那个友台的大将 那个美国参议员之外 还有来自英国 澳洲 斐济 乌克兰的国会议员 那所以那天 我觉得 非常的荣幸 那当天当然记者会中 也把握机会告诉大家 对台湾的支持 不是只是对台湾的支持 因为当中国正在台湾 就是做武力的这个威胁的同时 其实中国政府也正在收买 很多国家的公司 很多国家的 很多国家的甚至大学 很多国家的土地 正在用经济的这种威胁力 迫使大家放弃原本民主的生活 所以对台湾的支持 并不是只是因为台湾 也不是只是因为全球生产链 它其实也是因为现场 也是为了现场所有人的国家 所有人的人民 以及所有人的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讲完之后 现场就是非常多人给我掌声 我想应该是大家能够认同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参与这个大会 是 我真的想要回到刚才 委员提到就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契机 所以我很好奇 所以我们可以参加这个IPAC 其实跟委员去到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民主峰会 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吗 这是我自己认为的 当然事实上不少是这样 不过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我们这次是用贵宾的身份参加 我们跟乌克兰都是贵宾 我们还没有成为会员 不过在这个会场当中 因为我们也是整个全程参与嘛 我当然就是不断的问 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民主的组织 它的口雀是共同决定群 所以他们所有的方顶金钱 各方面谁赞助 都是口雀大家共同决定 所以没有受到单一国家的影响 也没有受单一组织的影响 那他说他们必须讨论 因为过去是希望主要的政党都在里面 那台湾的主要政党 这次虽然有我参加 时代力量的王宛玉 我是代表民进党 还有五党籍的Freddy 可是有一个主要的政党 就是国民党 一直拒绝参与了 所以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是不是能够被culture 接受成为未来的正式会员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组织的 这个是IPAC的要求 就是如果要加入到IPAC 你必须要国家当中的主要政党都参与 所以这可能会造成 就是台湾未来能否加入这个IPAC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大家可以一起来呼吁国民党一起参与 因为这样子他才会觉得 那个跨国的国会的影响力会更大 因为他希望去影响 从国会议员的角度 那不同政党有不同的考虑 可是这应该是重要的事 形成共识之后影响各国 那事实上我们看他过去所做的事情 这的确是对非常多的国家 形成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那包含就是说 我们后来看到欧洲议会 就是说很多的决议 背后都有这里面 比较活跃的国会议员的影子 那另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闭幕的时候 他们还有邀请我们的游院长 录了一个小小的影像 那游院长告诉大家 欢迎他们下一次到台湾 来开这个年度大会 如果是来确确通过的话 我想那应该会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想要请教委员的是 跟这一些跨国不同的国家 来参加IP的这些委员 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是来这边想要了解 如何面对中国议题的 那他们希望台湾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我们又希望 我们台湾希望扮演的角色 跟他们希望我们扮演的角色 有没有对接 对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其实是我去参加之后才觉得 我们应该要更深入思考的 那先讲到就是我在那个panel上的发言 其实就很具体的跟他们说 他们回去可以做 他们其实有四件事情可以做 因为你可以想象来的人 其实都支持要给台湾更多的支持 所以我的诉求就是说 我们要的不是只是我们在一起 口头上表达团结 就是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行动更重要 大家应该更具体的做的是 第一个游说你们的政府 认可台湾的地位 或者像立陶宛一样 把你们的驻台代表 或者说等等 我们住那儿就把台湾证明就对了 那第二个就是游说你们的政府 支持台湾参加各种 就是说国际组织 包含像WHO 或者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第三个 因为其实这是民主时代 公共的意见就会影响国家外交的方向 所以呢让你们的媒体对台湾有更多有意义的报道 特别是要让大家了解台湾处境背后受到的一个不公益 第四个我诉求说 那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 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话 那我们在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定很快的就可以让你们协助我们 我就能提这四点 大家是还蛮认同 就的确是要take action 那我刚讲的这个东西 再来会遇到的就是很具体的状况 比如说立陶宛 他们支持了台湾之后 他们受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制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当然台湾已经尽力在协助他们 不管是旅游啊 然后我们现在有立陶宛的酒 立陶宛的巧克力 那当然我想相关的单位经济部 还在谈更多的合作 中小企业 可是其他的国家 有没有人在协调他们 一起来协助立陶宛 是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很关心说 比如说非洲的代表就很希望 台湾是不是可以在非洲做更多的事 或者大家可以一起来合作 否则中国在那里你知道 就是说因为财务影响 我们刚刚讲买他们的港口 买他们的公司 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 对他们财大气粗啊 对就是说台湾一对一跟中国竞争 我们当然财务上是会输的嘛 对不对 那可是只能靠美国吗 就力量有限 所以他们其实比较想知道的 因为这么多的国家就是说 台湾有没有办法在 或者说大家能不能在不同的区域 有一些coordination 就是说这个以我们的战术来讲 我们读过秦朝当时 你各个小国是要合纵 还是一一被中国连横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读过历史知道 这个就是中国正在连横 一一击破大家 因为他也要一一击破立陶宛 可是这个时候合纵政策 这个当时的那个苏秦是不是 我已经忘了 对 苏秦 苏秦 但是他有机会合纵 有机会赢 可是难度非常的高 对不对 对所以后来那个是连横这个被成功了嘛 就是一一被击破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外交 台湾应该要跟这些友好的国家合作 那个coordination的工作 所以这已经是战术跟策略成绩了 那他们最想要我们贡献什么呢 就是这些国家 因为中国财大气粗嘛 他可以就是砸钱下去 但他们最惜 我们台湾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我们不需要跟中国直接去拼的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给他 然后他们也觉得台湾提供的是更好的 我觉得就是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说 台湾如果能够有机会 他们如果能够来台湾更深入的访问 然后不同党派的人来 更多人来 我觉得那个深入了解更多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应该要 除了请求别人帮我们之外 我们能够在策略分享的这个部分 iPad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后来发现大家都在谈他自己的国家 怎么受到中国的影响 他个人怎么受到中国的威胁 他们分享好多的经验 然后大学 因为我有提到大学被收买的事 我们在另外一场活动也提到非常多 大学里面遇到的问题 那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很具体的 在反制这个东西 他们甚至会因为 因为中国的人选 他在他的国会要办个空庭会 然后中国的外交部 就直接写信给他 要求要跟他面谈 然后他就问他们议长 我需要去吗 他说你可以跟他聊 但是你不需要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他就跟对方聊一下 但是拒绝配合他 就是说不办这样子的一个空庭会等等 所以大家也在分享说 这些事情 我们有没有一个反制策略 否则你会变得比较有骨气的 国会议员不受威胁 这些部分就是说 如果在策略上 有更多的组织 就是协调 大家形成一致的策略 而不是让各别的国会议员 各别的国家承受这个被中国独自制裁的风险 那应该会有更多人愿意一起站出来支持台湾 对抗中国的这种恶霸的行为 那我们这些有意识 而且是比较灵活的国会议员 如何就是说 在策略上做分享 然后影响自己的政府 那甚至能够有区域的平台 然后一起发展出更好的策略 相对来讲 我们人数比较多 国家比较多 可是每一个国家跟中国在财力上 就是说连美国都觉得你知道 抗衡上需要所谓的多边主义了 所以这个多边主义中 台湾说是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特别是串联欧洲 然后包含非洲觉得他们很孤立 再次好像非洲只有来两位国会议员 所以我们台湾也不应该放弃一些 好像中国已经影响力很大的地方 如果能够先调出这个 那当然大家也觉得要再去扩展 邀请更多的国会议员来参加这个平台 我觉得刚才委员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国会议员 或是在这边IPAC的这些议员 他们之间是可以透过经验分享 然后去有更好的拟定 更面对中国的这些策略 然后也透过经验分享 可能可以了解到怎么去面对 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中国的这一些威胁 那台湾的经验就可以成为 其他国家拟定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 那我这边也想要了解一下 就刚才委员点了几个国家 提到包括日本 日本跟我们很友好 比利时也跟我们很友好 但是非洲好像觉得有比较孤立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个 不会请委员再帮我们多讲几个国家 有没有哪些国家委员你觉得 是已经跟我们的民主意识是非常align的 所以我们就是更多 比较可能就持续的保持很友好的观像日本 那有没有哪些国家委员觉得 这一次去参加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可能可以花更多的心力 去培养跟这些国家的关系 有没有哪些国家委员觉得 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关注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已经跟我们友好 然后正在受到中国制裁的国家 譬如说立陶宛 我相信我们这个部分外交部跟国安高层 一定有在思考如何让他们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别人为了你就是说被惩罚 我们当然有要呼喷引伴 就是说让他不要被惩罚 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立陶宛的个案 立陶宛就是说为台湾站出来 那如果他最后经济上是受伤的 国家委员每个现在全球欧洲 大家景气都不好 因为就是说能源的问题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 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第二层就是受到中国威胁 那但是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说不错或者要进一步深化 应该要团结协调 尤其是在亚太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因为不管日本是不是 就是说亚太的security 日本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他们在军事上有跟澳洲美国 这些就是说形成这个联盟 那可是在国会议员的这边 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更应该联合旁边周边的 比如说这次遇到的蒙古的国会议员 甚至远到乌克兰也是比较偏欧亚这边 那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这次他们来了两位 我跟他们深聊之后就非常的欣赏 他们有提到就是说本来其实乌克兰内部 对于那个中国的态度是觉得中台的部分 他们也受到中国的影响蛮大的 并没有想要那个清楚的表态 中国现在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虽然还没有到直接军事协助 可是在财务上 在trading上面等于是实质在协助俄罗斯 其他国家在抵制的时候 那等于就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所以他们内部已经越来越一致 觉得应该要站在台湾这边 所以他也在提到就是说他们 再来想要来参访台湾 希望可以跟台湾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所以这些受到中国威胁的各个国家 我说这个我们把中国方面绕 还有应该在印度这边花更多的力气 他们有问我说我们去印度 我就说那你们要不要来台湾等等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 亚太中国旁边这边受到中国的威胁 已经正受到威胁 或者是潜在受到威胁的这些 国家的国会议员 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发展一个 就是说中国周边受中国威胁的 这个国家议员的这个小联盟 因为有些我们好像有一些单点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大家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 协调性的一个小联盟 因为我们的议题又跟在欧洲比较远的 英国啦 不太一样 柏林那边可能就是不大一样的议题 那边可能是比较是经济上的 比如说中国的市场 那跟这个理位之上 security直接被影响的又不大一样 这是第二层 那第三个当然更远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非洲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算是经济的弱势国家 在发展上 需要中国的资金的支持 比如说港口被买 公司被买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说 拉丁美洲这次比较 比较少听到分享 可是那边 也有一些友好的声音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两个部分 就是说可能要 就是说就所谓的 financial aid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的一些组织 什么World Bank 什么IMF这些 就是说这些组织跟联合国相关的 其实中国的影响力都很大 非常大 在这个民主会的部分 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也有国合会嘛 对不对 是 在做这些拓展的东西 我觉得如何有一种 以民主价值为基础的 另类的financial aid的那个coordination 也是台湾可以更积极的扮演角色 然后跟美国 美国当然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主力 还有其他的组织 就这种不是那么直接官方的 就是说是以民主价值为基础的这些 如何去针对非洲跟拉丁美洲 有一些另类的以民主为基础的 不管是就在务上的一个协助 或者是说就公民社会合作的部分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些coordination 有分区的策略 我觉得大家非常地期待 能够看到这种 你知道 就不要只跟政府谈 我觉得跟国会议员谈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因为政府不管是哪一档执政之后 他就会有个态度 对不对 他考虑的可能经济上 是不是立刻怎么样 那可是国会议员 其实那个角度就比较多元 然后有一个跨岛的空间 而且我觉得国会议员是民主选出来的 我们比较能够找到 据说潜在的以民主认同 作为我们合作基础的这些个人 然后他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杠杆的支点 然后大家一起来思考 在不同的州区域性的合作的网络 然后找出共同的策略 是我觉得刚才委员提到的这个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是我们在针对不同国家 我们可以做不同层级的 策略性的这些接触以外 我觉得刚才委员也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真的更多更多的 议员交流互访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是未来我们可以形成 一个小联盟的一个契机 就像是之前委员去到 这个哥本哈根 可能也进一步的 就促成了现在委员可以去到 iPad的这个机会 那有没有可能现在委员来参加 这个iPad之后又促成更多 台湾跟当跟我们这边周边国家的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小的 联盟的这个成型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希望 尤其COVID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希望真的有更多的 这一个互放 那最后我也想要来问一下 刚才其实委员有跟我们透露 就这一次去到美国的时候 也有参加他们 因为刚好同时 现在是这个联合国的会期嘛 那也有参加到 UN for Taiwan的这个活动 那我想要问一下委员 就是您过去也是在推动 这样在美国的时候 也是推动 想要对于现在这些在那里 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学生 对他们说的 先讲到我经过TiSquare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代广场 就跟我外交部的 那个年轻的外交工人员说 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这个TiSquare 最重要的记忆 就是我当留学生的时候 刚好遇到1996年 李登辉选总统的那次 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 中国对待我们的总统直选是什么 在海南这边飞弹试射 所以对他们来讲 民主是一个危险 一个danger 台湾的总统直选 他用飞弹试射来就是说威吓我们 我们当时的留学生 在那边动员全美国 主要是东岸为主 在那边办一个demonstration 但我们是一个和平的 我们不是叫抗议 我们叫那个什么Visual for Taiwan 就是为台湾's democracy 为台湾的民主守夜 用烛光守夜 Love, peace and democracy 当时我们说这个口号 听起来很60年代 爱民主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那次的感觉是觉得 旁边好像 对我们有一些支持 可是大众的感受 还是比较不大了解这个议题 那我还记得当时的纽约时报的头条 是不知道怎么搞拍到台湾的超市 大家在强敏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都觉得当时没那么夸张 可是那时候大家的感觉就是说 台湾人很害怕 可是没有更多的讨论 我还记得我回耶鲁念书的时候 我们New Haven的地方电台 有个主持人你知道 在讲台湾的议题 因为怕大家不知道台湾讲一下历史 然后立刻就有听众 因为我在开车要去加油 听众打进来讲 讲说类似说 Why we have to know so much shit about Taiwan 就是很不礼貌 我干嘛知道台湾那么多鸟事 这样子 主持人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稍微知道台湾 可是这一次格罗这个已经是二十几年后了 我们又回到纽约 当然我感觉到世代不同 因为当时我们在办那个 96年的烛光为台湾民族首页 我们那个留学生的网络 就是我们这个野百合世代的网络 可是这一次我看到的就是太阳花世代 在国外都读书的 为什么 我们那个游行的时候 本来都没有人在唱歌 都在喊口号什么 Keep Taiwan Free Taiwan has Democracy 然后UN for Taiwan 就是这些口号 可是光这样口号有点单调嘛 后来就有人在开始唱歌 就放的就是我们那一首太阳花的主题曲啊 那现在也让那个 大家记得这个 灭火器的 大家就好开心哦 我就看到真的就是太阳花世代 好像有个世代的传承这样子 对对 然后当然他们就比较有力啊 带口号啊 唱歌啊 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我要讲的是说 从96年那一次 我们在Tai Square的抗议 然后跟我回到耶鲁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美国人觉得干嘛要管台湾 知道台湾这些鸟市哦 到这一次我们在 我们是从中国代表处在那个Mahattan的西边嘛 他们想走一个中央的路线 走个最热闹的地方哦 然后最后走到那个Union Square 大概走了三小时耶 慢慢走一会三小时 在一路上非常多人帮我们路人他们也只是刚好遇到嘛 他们怎么会为我们这个而来 用手机帮我们拍的 然后比赞的 然后拿我们的旗帮忙摇的 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谁看起来很像是印度一的 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 他直播然后还问我们 听说他的直播节目 直播就在直播这个 有七八百个人看耶 本来三四百个人看看七八百个人 你就感觉到 这个议题在美国的民间 或者是那么多外国访客中 已经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他们For Taiwan 还有人看到我们的旗子有那个彩虹旗 就很开心 就是说跟我们挥手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是因为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人权 台湾的价值 让他们喜欢台湾 那这个其实也回应到 就是说台湾已经有不同的支持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被排除的国家 我们自己的努力 事实上是有被大家看到 而且有赢得尊敬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能量 那我们如何把它转化成 现实的策略 更务实的争取 更多真心认同台湾的价值 真心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国家而战 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在纽约 在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 可以一起去努力的 那其实这个时代是公民外交的时代 公共外交的时代 因为民主国家的政府 不可能做出违逆民众的想法的行为 外交也是 所以大家都可以尽一封心理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委员 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而且我觉得从委员 从他从耶百合世代 然后看到像交接给太阳化世代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也看到见证到 台湾在过去 以及现在可能在其他国家 还有美国的民众 对于台湾的接受度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而且我们刚才也听到 甚至在这个时代 社交媒体这些社群媒体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把我们台湾的这些message 传播出去 那我觉得这一次 不管是委员去到纽约 跟当地的这一些政治人物 或是在IPAC 或是在UN的这些活动里面 我觉得委员也很像是我们的一个外交 也是一个外交官一样 只是身份别是承载的民众的支持的 那我觉得真的很期望 未来有更多更多更多的 这样子的交流跟互访 那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委员 还这样有时差之下 还跟我们做一个这么长的访问 那我们今天都学到非常多 也祝福委员在跨国议会的关系上面 或是在性别议题上面 继续为我们的民众 争取更多更多更多的机会 那再一次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一起继续为台湾努力 日投见见光了 好 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Podcast 来跟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